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变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变数 变数名我们可以订定的 它显示在舞台上 我叫Marks 分数 现在分数自动设定是0 设定变数之后 然后我们想做一件事 如果每一次跌下来 如果接触到搜门员 即是搜门员捉到搜门员 的话分数就会加一分 首先我们要学一件事叫做 偵察指令 偵察指令的意思就是 偵察到什么呢 例如搜门员 偵察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明理做一些改变 例如加一分 我们现在试一下 我们现在选择巨头 绿色旗被点击 接着呢 刚才我们做了变数 我们选择变数 我们选择变数 在开始的时候 是0的 一开始游戏的时候 就是0分 那我们想做一个效果 就是 如果那个球 碰到搜门员 这是一个逻辑来的 对不对 在这个控制那里 如果 什么条件 就会发生什么 那如果什么 在偵察 刚才的偵察指令 当然是那种偵察 那我们可以 选择一个 如果碰到什么 那碰到什么 那碰到什么 那当然了 现在是时候 就是这个球 就是 碰到 这个 这个 搜门员的 那碰到的时候 就怎么样 分数加分 那就选择了 这个 变数 就会 改变 加 加多少 改变一分 就是加一分 加完之后 我就上去 那波就消失了 即是消失了 可以在外观那里 选择之前用过的隐藏 那这个 这个就是一次 但是 其实 这个动作 是要不断做的 撞到什么 就会 变什么 以及会隐藏 那我们可以选择 那我们可以选择 控制 那里 就是 重复 什么 就是重复 刚才这个 动作 将如果 这个 摆回去 整个逻辑 就是这样的 当绿色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分数 就会是 零分 接着 我们不断 无限次重复 这个动作 就是 如果 这个球 碰到这个 手门元 那么 分数 就会增加一分 接着 碰到的时候 就会 隐藏了 那我们就试一下 会否 效果 跌下来 碰到 一分 这个没有碰到 就没有加分 这个没有碰到 就没有加分 接着 接着 就没有加分 大家可能留意到 这两个绿色棋子的巨头 是的 没错 在Scratch里面 其实 同一个事件 可以触发两个不同的程式 一起进行也可以的 最后一件事 就是 我们想 为游戏设定 一个时限 例如60秒 游戏就会完 这个时限的设计 有很多种方法 做一个比较容易 简单 总之 够钟就停了所有东西 好 首先 我们在事件那里 都是选择 这个 备点机的巨头 接着 我们 计数时间 就在控制 那里 可以选择 等待 60秒 60秒之后 做什么事 就停了 在控制最下面 你会看到一个 停止全部的 当 绿色棋子被点击 游戏开始的时候 60秒之后 所有东西就会停止的了 下到 2 4 4 6 5 6 感谢观看